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進來之後 萬一你剛進來這邊都空的 表示你剛沒有增加投影片 就從上面按增加就好了 那怎麼錄影?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補貨換燈片 有喔? 對,有這裡就好了 這樣會不會? 好,你看喔 當我們在做的時候 在這邊 預設就是 全都錄啦 預設就是我們講的全都錄 所以如果你沒有特殊需求 原則上用第一個就可以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 按下確定 這時候他們有一個畫面跑出來 綠色框框 就是我們 這個框框會跟你的什麼? 跟你剛開的那個大小一樣 比如說我剛開的是1280x780 這個框框就是那麼大 那你只要切換到什麼? 切換到你要錄影的那個畫面 有沒有,這個框框是可以移動的喔 待會兒呢 就是這個範圍裡面就會被錄下來 就會被錄下來 當然你也可以自行鎖定 我就要跟哪一個應用程式一模一樣大 就錄那一個也可以 這樣了解嗎? 好,那我就先暫時用這樣子 就暫時用這個 好,那右手邊有沒有發現有個音量? 有 如果你要錄音的話呢 你記得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把它勾起來 然後確認一下說 先講看看 有沒有,我這樣再講 然後這邊它聲音就會動嘛 可是因為我現在是用另外一套錄影軟體在錄 所以這邊不會動 你了解齁? 好,如果確定了就按下去囉 那因為我這次要跟各位玩真的 對不對? 所以我先問一下各位 如果YouTube上影片怎麼下載下來? 看 看一定的會看嘛 下載方式有很多種對不對? 對 你聽說過的方法很多 那很多是要額外裝軟體 那我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好不好?來,你看一下齁 有沒有,我按下錄影的 它有沒有告訴你 Ctrl & End是停止 還開始倒數,對不對? 好,那你看喔 我就開一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錄嘛 欸,你可以錄的過程 你這個也可以移動喔 有沒有 好,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你 我們到那個YouTube齁 好,這邊 這裡 我稍微拉過來 讓你看比較清楚 我進來 其實這個框框也可以設定自動移動 就是我滑鼠移到哪裡 就自動跟到哪裡 只是我現在沒有設定 我沒有設定 好,那 你可以看一下 假設你要抓的 我們就用一個那個影片好了 這個 喔,這個40分鐘版太長了 可以配出 可以配出 好,我們找這個兒歌就好了 有沒有 這個很 這個9分鐘 好,那沒關係 來,你看 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把YouTube網址複製起來 然後到哪裡呢 來這邊 來這邊 我們去一個網站 來 PEGGO PEGGO.CO 有看到了嗎 可以夠 點一下 好,你來這邊 把剛剛的YouTube網址 把它怎麼樣 貼進來 在這邊有沒有 按右鍵也可以 有沒有可以貼上 好,你不用按Enter 它會自動自動進來 那這個網站呢 你可以做兩件事情 因為比如說 我要這個 比如說給小朋友聽而已 我不要看影片啊 有沒有發現 可以直接變成MV3 就只抓音樂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那甚至呢 你如果是抓音樂的話 你還可以在上面 直接做剪接 比如說我把我這段 我只要中間這裡就好 你就把它拉過來 拉過來 它音樂就是只剩下中間這一段 你就按下載 就按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 這裡啊 按這個 這個 好 那如果我是要抓影片 你就按一下影片 有沒有有不同解析度 又看到了 在這邊 好 那 有沒有發現 又看到那個數字了 所以 應該知道什麼意思 對 高度啦 所以它這個最多 就是DVD的品質嘛 720 480 那我就選小一點的 好 然後按下Record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畫面 有沒有開始抓下來了 左下角這裡 有看到了嗎 有 有沒有 這樣會不會了 所以一般性比較簡單的 你不是一次抓很多的 用這個就可以了 好 你這樣有沒有 比較省時間一點 這樣會了 好 老師它抓在哪裡去了 對 抓到哪裡 按這裡 有沒有 你不要直接點它 點它就直接播放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到那裡 是不是在資料夾中顯示 還是那個原則 一定放在哪裡 下載 對 有沒有 所以 就是 從這邊這樣就可以找到了 這樣會了嗎 好 請問 錄影要停止要從哪裡 剛剛有快速鍵啊 你看每個人都忘記了對不對 我就知道 所以 怎麼辦 來這裡找它 對 Ctrl加End 那也可以找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點一下它左鍵就好了 有沒有跑出來 暫停或停止 這樣了解吧 點一下左鍵 好 這個時候它就會開始把我們的什麼 剛剛錄影的內容把它放到 你剛剛那個軟體裡面去 稍等它一下 稍等它一下 你們還在跑 今天可能會耽誤大家一點點時間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會叫完 如果說您比較 就要趕車的話 那就比較沒辦法 可能先離開 沒關係 反正有錄影啦 回去還是可以看 就是它這樣會把它放到裡面來 會把它放到裡面來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可以在裡面做剪接 這樣了解 那因為這個 進來了 有沒有進來了 有 你看我剛剛第一個畫面是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 是不是進來裡面 好 你剛剛錄影的 如果你想要先預覽一下 你可以按Play 這樣有了解嗎 那我們剛剛錄影的時間 其實是比較長 所以這個是不是拉的比較長一點 那你可以按哪裡 按這邊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放大鏡 不快掉齁 你可以放大一點 或縮小一點 如果你要偷懶一點 你希望怎麼樣 我可以把整個畫面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邊 把整段都縮在可以看到的範圍 你可以按第三個 這個 這樣了解嗎 我按一次給你看 這也是全螢幕 不是 不是全螢幕 就是按一下 我錄影的最長 就是到右手邊這裡 你了解齁 會像這樣子 這樣你就可以快轉一下 有沒有 我們剛剛錄了在裡面了 它主要錄就是錄我們螢幕上的畫面嘛 這樣會了嗎 給你先錄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看怎麼剪 好吧 一點點時間齁 來